說法國蠔舉世文明 真是一點都不誇張 很多極品生蠔都是來自法國 為什麼法國蠔這麼出名? 因為它有一個舒適的家 住在長達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線 和優質的河床 好自然努力傳宗接代 為了增加蠔的產量 法國也是歐洲第一個 設有大規模養殖牆的國家 而且大部分蠔都經過 海洋和河洋兩個階段 先在海水吸收鹹味和礦物味 再搬到河中增加甜味 難怪法國蠔通常都咸甜兼備 多得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法國人育了不少蠔界的天之嬌子 Bellon就被稱為蠔中之王 它生長在鹹淡水交接的法國Bellon河口 有濃郁的海水和礦物味 吃下舌頭會有少少麻痺 aftertaste久久不散 口感最好的Bellon 要培育足足四至六年 所以非常矜貴 另外White Pearl就是前任蠔後 它海水味適中 蠔味越吃越甜 不過近年Black Pearl 憑著飽滿肉質 海水味濃和蠔味強後來居上 取代了White Pearl蠔後的地位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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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